为什么我们的旅游团 去土耳其 15个会重视三个 真的 他们的病例那么少 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就说两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像刚才提到说 土耳其突然间增加这么大量 那有没有可能 因为其实以前 有一个医生谈到说 假设你在这个社区 看到一个死亡案例 你不要觉得那个社区 只有一个案例 它应该是有一百个案例 所以只是呢 其他是轻症或没有症状 或被当作感冒 或被当作一般的肺炎 因为没有发现 尤其在没有社区传播的地区 所以他有可能是 先发现这个最严重的 然后慢慢才把这个 疫情拉起来 因为他们开始发现 我们这里也会有 然后开始可能会做一些调查 接触者调查 然后慢慢你又看到一波高峰 所以原因就是之前 如果太觉得安全的国家 它通常会 它不一定是盖牌 只是它没有警觉 所以它的案例数 会远低于它实际的人数 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警觉 我们就把它带回来 这其一也 第二个我一直要讲说 土耳其团15个人 中13个人 除了显示当地的状况之外 也显示飞行环境 真的很可怕 飞机 对 你知道之前有一个 做一个研究 大家都觉得飞机啊 我只要不要跟他做同一排 我不要做他前后两排 我应该安全吧 那之前美国爱莫里大学 他们就做一个研究说 可是事实上 因为这个人 如果我真的有一些状况 我甚至我有戴口罩 可是因为一般人 并不习惯戴口罩 所以我可能不小心 我去调整什么 我都会碰到 那我去上个厕所 我可能拿下 弄到鼻子 这个时候 他手上是有菌的 有病毒的 然后他如果说 飞机一乱流 我要走回我的位置 我会不会扶把手 会 我会不会扶两边 所以他们就说 如果研究啊 你在飞机啊 你在选座位的时候 靠厕所比较近的 这一端的走道端啊 这相对风险都是高的 大家都会出来扁宿 你会摸 当然一个就摸来摸去 所以反而这个走到两侧 你以为离他很远 没有接触到 可是因为这个关系 你只要出来一趟厕所 你就可能中了 那甚至我飞行员 我们在服务你的时候 我用的这些trek 那我可能一个 请大家做好 乱流干嘛 我也会服务一下 我这样过去对我风险 国泰航空也两个公务员中 是 美国现在有酒精 可以带上飞机吗 我们喷了酒精 所以说你重视是小品的 所以想上个厕所 自己喷一下也不行 没办法